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您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介绍来宾 首先是耶鲁大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评论人陈辉文 以及评论员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难道真的要全党就一人吗 为了林志坚一个人 蔡英文的民进党 所有的价值 所有的道德 皆可抛吗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观众朋友来看看这个独家 这是来自于靖新闻的独家报导 他们拍到连续两天 蔡总统非常忧虑 请了好多人来到官邸开会 讨论的就是林志坚的论文风暴 找了老柯 柯建民 找了这个郑文灿 甚至林志坚本人也有在其中一天出席 到底是为哪装呢 林志坚有这么这么重要呢 这么这么重要吗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很多网友就说 论文出事你就找蔡英文就对了 酸林志坚 酸小字说 柯爸姻妈的乖儿子 柯显然讲的是柯建民 姻妈是谁呢 小姻总统妈 那也有人在酸说 这个疫情静悄悄了 论文这件事情烧向总统府 总统连续两天开两天的会 所以妈宝小字赞 现在小字不得了了 被冠上妈宝的称号 有两个妈妈 一个妈妈是小姻妈妈 另一个妈妈是生她的妈妈 是这样吗 如果导播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总统府昨天的傍晚 这个黑头车不断的进进出出 我们看到来自静电视的 拍到的画面 那总统府这边也不否认 来 这个昨天傍晚下了一场大雨 在关底的外头 这个关影的外头 你可以看到 这个黑头车不断的驶入 这个关底的大门 安全人员在门口戒备 所以大家这么紧张 这么忧心是为哪装 为了林志坚 林志坚的竞选 办公室说 林志坚是向总统总统 报告详细事件的来龙去脉 阐明该事件的因应作为 那蔡总统怎么说呢 蔡总统说要用证据为基础 来跟这个乖儿子说 你要跟各界说明白 蔡总统并没有讲说他挺奸 还是他挺不挺小智这件事情 可是从语义上来解读 看起来是不是要求小智 跟外界说明呢 基本上逻辑上就是相信林志坚 如果相信林志坚 我们讲了好多天的 所谓论文的争议 是不是倾向是另外一位 余同学抄袭呢 如果用这个逻辑来推断 应该是这样 蔡总统是不是倾向是这样想 这样做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 在这个龙潭的龙园公祈福的 这一场这个事件里头 这场event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郑文灿也跳出来 为小智开脱吗 我们来听听看郑文灿怎么说 一个研究生毕不了业 透过所长去取得了民调资料 说实话 这个是要感谢 如果没有这份民调资料 另外一本论文 是完全没有任何基础 也绝对写不出来 那这份民调资料 跟研究的方法设计 也确实是陈明通所长 提供给余正皇先生 不能够事情过了以后 前面感谢 后面拆桥 这样也是违反学术伦理 好 大家看到这是两段访问 一段访问是今天下午 郑文灿在拜拜的时候讲的话 另外一段底下 另外一段是今天上午 蔡英文出席了一场上梁仪式 本来这一场上梁仪式 应该理论上面 小智应该也在 可是小智偏偏不在 所以有人说蔡总统悄悄切割 不过我们来看看 到底这个周文灿是怎么说的 周文灿刚刚讲的那段话 黄伟翰一边在旁边 很生气的说 这是在讲什么小朋友 什么叫做余正皇 不该过何拆桥 没有你那一份民调 他的论文就写不出来了吗 那林志坚甚至后面还加码说 这是好心好理心 意思都说他很好心 他把他的论文 他把他的这个民调的这个内容 提供给余正皇 结果余正皇还反咬他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真的已经说得不清不楚了 来看看余正皇的律师怎么回应 他说这太侮辱人了 不再回应政治口水 难道总统会比台大 还要公正客观吗 你扳总统出来逃就兵 你扳总统出来就表示 你是对的吗 就表示你没有抄袭吗 台大应该还是比较公正客观吧 就近代台大的调查结果吧 我们看到林志坚 他没有出席台大的审议评件会 他没有去出席这个说明会 可是他发了6000字 可是6000字里头又有破绽了 因为他特别提到说 他在念书的时候 有一个电子信箱 已经被台湾大学的计算中心 给删除了 可是观众朋友 在台大念过书的人 在下就是我也念过 你这个毕业的校友 你的这个信箱不会被删除 只会 只会就是这个 变成校友的身份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 跟事实是不符的 校友的信箱终身保留 就是我的信箱到现在还保留 亮哥的信箱到现在 应该还是保留的 都还可以登录 所以像是余政皇 这个小虾米挑战这个大鲸鱼 其实在网路上很多人 都对他蛮尊敬的 觉得他很有gots 有人就说请收下我的膝盖 你有万夫莫敌的气势 就像是当年金科刺勤王 那样子悲壮的勇气 连金科刺勤王都出来了 金科当场就挂了 金科当场就挂了 好 律师 这是林志健的律师黄定颖 他说我们已经有去法院公证 认证是没有抄袭的 如果你不是律师 你讲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还会相信 你是律师 你讲这样的话 就是睁眼说瞎话 法界人士就说 你公证书 如果可以当判决书 那法院都可以关起来了 所以有太多荒谬的事情了 观众朋友 现在林志颖到底在想什么呢 他昨天在脸书上 贴出这一张照片 是他年轻的时候 出去玩的画面 去六府村玩的画面 有人就说 你有时间找你小时候的照片 你怎么没有时间 把你论文 是你原状的证据 一一找出来呢 那跟这个小英 过去他的论文们 也被大家质疑 他的论文的真伪 或者论文 我们写完这件事情 他在他的书里面 有贴出一张照片 说姐姐飞到英国 陪我参加论文口试 结果地址又标注错误了 这个有点张冠礼带了 所以更让大家看不清楚 你们到底是为哪桩 全党挺一人 要挺到这样吗 来 先请教亮哥 亮哥 我还这个 我在看伟汉脸书的感动中 这个很明显 你看蔡英文说 应持续以证据为基础 向各界说明 这个就是挺他的意思 只有你继续选 继续以证据为基础 向各界说明 对 黄帝颖就发明了 叫公正等于判决 公正花钱就有了 公正只是表示说 我这些文件是律师 这个可以有证明的 说我拿出来了 所以他看过 他并没有表态说 这个是正确的 正确与否 或者证据力够不够 还是要法院决定 或者说审查会决定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混淆视听的招数 他是律师 他难道不知道吗 表示没招 不然怎么会拿出这种招呢 他如果有招 就把林志坚 E-mail的保存的部分 拿出来对证 那就证明说 你有跟指导教授沟通 有讨论论文 有写作论文 结果连E-mail也不见了 还有USB也没有 这个就是没招 没招结果 蔡英文还跟她说 因持续以证据 向各界说明 我不知道总统 有没有了解这个过程 请问林志坚 到目前为止出示的证据是什么 民调 不是 民调不算证据 我现在是在讲这件事 这件事就是 请问你出示的证据是什么 他事实上出示的证据 就是他写了6000字的声明 然后陈明通写了4000字的声明 那个叫证据 那个叫陈述 那个怎么会叫证据 证据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连错字都一样 你告诉我 为什么会错字都一样 然后有好几 大概有十几页 内容几乎重复 你要对核心的问题提出解释 你连这个都拿不出证据来解释 然后就用6000字 4000字公正的东西 然后就要唬弄大家 然后说我Email掉了 USB掉了 这样叫做 应持续以证据为基础 向各界说明 你是在说漫画吗 我今天因为看到违汉发怒了 所以我就维持心平气和 让违汉继续说明 违汉眉头已经皱起来了 刚才我们在看 郑文燦的访问的时候 他已经是开始骂人了 来 请教违汉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政治跟学术的 还有新竹球场的三件事都分开看 政治上来讲的话 因为这是政治问题 所以当然冲总统官邸 我们现在要讨论要不要换奸 要不要用什么方式 要不要让我继续选 我会不会选赢 讨论是这个 你去台大当然是讨论不出来 所以现在林志杰显然重视的 他在乎的是 能不能继续选赢桃源市的市长 而不是他的论文 在台大的认知当中 在学术界的评比当中 是不是一个好的论文 有没有超级别人 什么叫好心 好心让他继续 超级他继续好不好 你如果超级给他继续好不好 押韻 好心让他继续 今天如果是 为什么先前在谈论这个话题中 比较保守 比较保留 这两天看起来比较硬 因为人家余政坊 已经拿出证据了 你怎么知道余政坊 会不会跳出来讲说 当时年纪小 陈民同老师给我的 不只是参考民调 还有一些文档资料 我把人家copy过来了 那就是余政坊 可是现在余政坊跟你讲 百分之百没有 丁尼克肯大学跟我有一段 被你引用之后 我的那个标注出处被你删掉了 这三点出以证明 这是余政坊先写的 对不对 既然是他先写的 就没有他抄林志坚的问题 现在目前还有一些 网友跟观众朋友 他搞不清楚一件事情 是林志坚把他2014年的 选举内部民调给了余政坊参考 没有错 而且透过陈民通 所以他在谢词当中 是有感谢他 我感谢你给我资料 我用你的资料写了论文 我的论文被你copy了 难道我还要再跟你说谢谢 所以这个抄袭者 跟被抄袭者的对加 那个上下游的关系非常清楚 我举个例子 刚刚林尚云还在问我 2000年的时候 扁连宋三角度 阿扁 阿扁他突然 我们focus在这里 2000年的时候扁连宋 阿扁完成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当时我在跑阿扁的阵营 怎么大家又宋楚慧贏 都在阿扁赢了 所以他是一个 那也可以写成论文 政治协议可能写这个 怎么样政党轮替 怎么样这样子在三角度当中 他还赢了 然后你认识了陈俊玲 你跟他拿了当时阿扁 内部的民调 你拿到民调以后 写成陆文之后 那个陆文变成陈俊玲 那个陆文变成阿扁的 你直接下意思就这样 是我给他的民调 所以陆文就算我的 是你给他的民调 陆文还是不是你的 如果你能证明这些 左边右边对照 余正宏跟林志坚的陆文 字都一样是因为你先写了 你的文档还被陈平通交给了 余正宏 余正宏还照抄了 那是陈平通就有问题 你一个老师知道两个学生 用了一样的文字 你也没有发现 那还一年 还不是一年 这么多年还知道了173个学生 所以重点很清楚了 不要讲胡孙 胡理精 你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先写的人 可是你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虽没有指控余正宏抄袭 包含你跟郑运鹏不断的强调 我是善意的提供者 我的写作时间比对方早 结果对方现在提出了 他的写作的这个原发跟发想 还有那个写作声比你更早 你举不出相对的东西 去反驳对方 你也不到台大审定奴隶委员会 你跑楼是总统官邸 所以可以显示出来的 讲到这里 那要做个结论 所以看起来 在目前我的看法来讲的话 林志坚极可能是超级正 90%以上的 但是还要看审定委员会最后的结果 那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 林志坚就倒了吗 只要蔡总统不把他换掉 几个月以后下礼拜我们讨论就不是这一题了 下礼拜我们讨论的就是 裴若熙来了以后 台海这边战机飞来飞去 大家忘记了 他还是有可能当选的 他还是有可能当选 林志坚只要不退 他有可能当选 可是就算他有当选 新竹球场的缺失 跟他论文上面的重大的这个 激进式抄袭的瑕疵 他还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台湾的问题就是说 我先看一下我是支持谁的 如果我是支持林志坚的 林志坚没问题 两年前骂李梅珍骂得像什么一样 我今天早上开直播 我还调出资料 两年前李梅珍事件的时候 我想说李梅珍应该退选 我的标准跟态度是没有变的 两年前李梅珍那样子 我觉得不OK 现在林志坚这样我也觉得不OK 可是两年前 骂过李梅珍的那一些 不管是KLA或评论员 你们现在跑去哪里 你们才是标准不一 骂李梅珍骂得像狗一样 林志坚躲起来不关我的事 是谁两套标准 这很清楚的事情 是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如果两个月之后台大做出判决 做出这个研议的结果之后 是这个可能譬如说小智他是抄袭的 林志坚是抄袭的话 有可能民进党的这边的建议是 要林志坚放弃台大国发所的学位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另外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同 现在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 余政皇 余政皇压力很大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的台大审定会 非常的秘密 据说他的进行的方式是 包括余政皇跟他的律师 进去一个小的房间 然后面对摄影机谈80分钟 他没有看到其他的委员 用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要保护谁呢 保护台大的教授吗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 让大家更关注了 比这个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 这个关注度可以说是更大的 来 你是小智的学姐 学位可以放弃吗 不行 我问他你回答干嘛 你是学长 不行放弃 我在问学姐 学长说不能放弃就是不能放弃 学长跟学姐都 台大学长 那这样林志佳放弃什么 不能放弃 那个随便听听 这个因为这个院长 是苏宏达 前次这个第一时间我知道 因为我跟台大不熟 我第一时间知道说 院长是苏宏达的时候 因为这个人 他就是之前被蔡政府查水表了 然后出来开记者会 我跟他有台还在跟有台同台 然后他很生气什么 怎么可以这样 结果当我第一时间知道是苏宏达的时候 我就知道完了 然后林志佳 这件事情应该就没有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是院长 然后这个是懒的 苏宏达是懒的 不是就解决了吗 所以刚刚前提说 如果最后台大的结果出来 就推给苏宏达就好了 这个是院长是懒的 他为审先派说这是丑闻 所以果然最后审查出来结果 对我不利 这是国民党干的 这不是解决的吗 这刚刚前提说压力三大 在余振煌身上这是错的 因为余振煌他一再的犯错 我就对现在调查官的水平 我比较担忧 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找律师干嘛 我只是不晓得 学姐 台大的论文审查找律师去干什么 论文审查 他们不是开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吗 那你带律师去干什么 我不晓得余振煌你这调查官司 用了审查又不是法院 你带律师去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你要跟国民党的人联络 你是贴不知道是怎么 所以余振煌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就去告林志堅不就结束了吗 不然你找两个律师干什么 律师不用钱 去找一个律师就让你钱太多 你就直接说我的这个东西 这个林志堅是我学弟 我的东西被他抄 然后我去告他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观众朋友这样 他的这个政治的脉络 他是小英男孩 最重要是刚刚前子讲的 这个老柯不是柯文哲 是柯建民 柯建民是永远的总召 你有看到哪一个总召当得比他久的 没有当得比他久 除了蔡同龙当过一次总召之外 都是柯建民在连任 老柯的敌传 这全党救一人 对不对 你有看到高嘉宇还敢讲话吗 高嘉宇已经闭嘴了 坚哥敢讲 王世坚敢讲话吗 王世坚我讲的我可以承担什么的 没有人敢讲话 谁敢讲话 谁敢出来讲 没有讲话 已经解决了 所以委和人不要那么生气 民进党双标是新闻 我刚刚看你气 你气的就是那些人双标 那些人白 国民党没有双标吗 国民党的立委跟范允讲什么 用肚子顶不会怀孕 这样不是性骚扰 我不要讲你的动作 你的这句话就是新骚扰的 国民党有人骂立委吗 陈雪森 用肚子顶不会怀孕 你在讲什么插话 国民党还不是一样双标 所以委和人别生气 身体重要 你有好多小孩 好多小孩 我要有三个小孩对 对 何必 没有毕业 不值得为这种事情生气 好 我们可能就是要等两个月之后 台大作出判决 作出判决就跟你讲 苏宏达是懒得不是结束了吗 那个学位授予法第17条 只能够撤销学位 可以撤销学位 是由校方来撤销 因为李梅甄当年也想退回 不能退 来不及了 只能撤销 休息一下 广告中马上回来